球迷对施密特不满,忘记走人,别急,他合同到期或将离开原文,有关施密特走人的事情,别太着急,因为,现在部分球迷看国安的心态,已经发生了变化,记得老帕那时候,输了就一起扛,只要打出跟压死磕的精神,哪怕输了,球迷也痛快,可现在不一样了,手把变化说施密特做,不变化说人家死板, 于阳受伤下场,竟然还有夸于阳懂事儿的,因为这迫使施密特换上了张希哲,即使是赢了球,还有人说施密特命运,从这些球迷的字笔行间,感觉您盼着国安输球,盼着施密特走人,神回复权当出了一次差,我是很希望能留下他,毕竟要不是机会刚好,很难找到他这种水平,还是上升期的教练,施密特刚来的时候, 我就这么说了,早晚被黑,没想到被贴吧教练组便招法黑,这个确实是双方的事情,真要续约恐怕有些人要失望了觉得钱到为了什么都好办,老师的团队应该是有史以来最为专业的顶级的了, 如果能留个五、六年,可以锻造出相当长的,一段崩格了这样的主教练和教练团队你留都留不住,人家早晚回欧洲,想黑的再忍忍吧,回头和师傅复辟了,就踏实了,目前为止国安历史上最专业最好的主教练特别声明,本文为贴吧平台的原创作品,转载请著名出处来源,了解更多请登陆贴吧APP关注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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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赏